高工局預估在元旦的前一天 國道五號會從上午九點塞到隔天的 凌晨零點 所以部長林佳龍前往高工局的 平臨交控中心視察 也指出國五塞車是因為容量 已經負擔過重 希望大家可以分流 從明天開始要示範國五慢速車 試警系統 希望可以進一步的改善 擁塞的情況 從明天開始要示範的雪碎 歸速車試警系統是對於時速低於六十五公里 間距一百二十公尺以上的慢速車來進行 這套系統會把該車牌的墨四碼 顯示在看板上 提醒駕駛人要提高車速 林佳龍是強調希望大家分流 南往東提供票價優惠 客運從新左營往台東來回是六百五十元 而且還有聯票 返鄉票價優惠以及南回鐵路電氣化 都可以避免從國五進出東部 提醒民眾可以從南部來進出東部